小雪了 在漫天飞花 雪落飘飘的时候 我们由先而至的 还不是冷 可能还觉得有一色浪漫 下雪 也许比下雨 还要浪漫 当然下雨你可以到这个烟雨蒙蒙的 苏州江南 那会有别有一番 所以呢 叫小雪 尤其在南方 一生可能都看不到雪 所以他们 往往来北方 就是为了看一场雪 体位 大自然的这一番 那 我们说小雪有三个 雾后 一呢 第一呢 是红屎不见 就是彩虹 看不见了 反正就是天冷了 它再没有这种光的 气的折射了 因为雨 这个水啊 分之三种状态嘛 一个是水蒸气 在太阳底下 就显得 就显得 如此光亮 而并不是简简单单意味着 现在科学的这种解释 我们还是不以为了 很多细节问题 比如说雪化的时候 冷还是下雪的时候 那这个体感都不一样 我们说冰霜雨雪 冰霜血雨 就是冰 就是零下 就结成冰 也结成雪 它的结晶 它的自然界给它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就达到零度以上 甚至有时候四摄氏度 因为它需要一个惯性 所以我们这样去意会它 它才能 气势动力 才能突然这样化 而如果慢慢的话呢 那是不需要那么多 那 还有就是水蒸气 理论上也是一百度 实际上也不一定 不一定能达到那个温度 那天上的呢 就叫雪跟雨 地上的呢 就叫霜跟露 其实结构是一样的 到了零下就是霜 当然树上 结的也叫霜 也算地下 那 第二个物后呢 就是说天气是升 地气是降 我们到了这个 小雪这个节气啊 已经 是 纯音之挂了 夹直到嗨这个位置 所以小雪 节气到了最后一天 一定是 最后一刻 一定是达到了这个状态 这十五天之内 刚开始呢 它可能还在变 这个温音转阳 我们看这个挂呀 实际上 六花挂 一定是不足以 至少天有九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如果是这个 还有阳的话 那它都变成阴了 这阴又怎么变成阳呢 至少给这个阴再聚集一下 再多一个阴 连在一起 能量聚集在一起 它才会变 也就是说 这样周而复时 转的话 至少有九个 它才够顶上三个 加三 实际上天 曾一次 复习降临台湾的时候 就 说 它掌管 三十六重 这个银河天 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些东西 我们想象不到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这个 闭塞成冬 这个冬天呢 我们知道 越来越冬了 然后有个词叫雪藏 这个白茫茫的一片 它会洗刷 过往的一些尘埃 不论好坏 全部 埋在雪里 化了还要成冰 还要再过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是大自然 给我们的一个循环 我们天冷了 多注意饮食 多加衣服 多喝热水 要提前 因为天 地 之后才是 日后才是 日后才是